所以所有的山陀造的大了 我最大 我全世界最大 什么叫做大 以佛相合 变成为大 不是你事造的大 你就大 所以不是山头 盖的寺庙很多 很大 那个就是大 不是的 佛讲的大 是说 跟我佛心相合的 就是成为大 其他都是小 甚至于是外道 我渡了很多僧人出家 供他们摘 给他们饭吃 很多的僧人 我都请他们吃饭 我这样子有没有功德啊 什么叫功德 我讲了 真正的功德 是出世 是解脱道 是菩提道 成就阿罗汉 菩萨 身文言结 菩萨 菩萨 才叫做功德 你世间上所营造的 所做的一切 只是方便 那个叫做 那叫做知良道 成为福 你是在造福 不是功德 所以 这个 六族就讲啊 这个福 你是造福 不是功德 功德 功德在法身中 不再修福 法身是什么啊 法身就是佛性 法身就是佛性 不要搞错了 法身啊 法身就是佛性 你要把自己的佛性 修出来 这个才是真实功德 否则你是人天福报 人天福报而已 不是功德 所以达摩祖师 一下子就跟他梁武帝讲 这个 没有功德 梁武帝啊 一听啊 没有功德啊 心中就很不爽 我是皇帝啊 我做了那么多的事 都没有功德 那你六族 你那个达摩 一下子跟我讲说 没有功德 他不知道 达摩的本身啊 是讲法身 是讲佛性 他是讲佛性 讲法身 你讲这个世俗的东西啊 哪算是什么功德呢 我可以这样子讲啊 这世界上啊 我们中 中华民国 甚至于中国啦 这个历史上啊 哪个最伟大 有人讲成吉思汉 蒙古大帝国 最伟大 他的功德 功劳最大 轰功伟业 蒙古大帝国 好啦我问你 功德何在 没有啦 一个内蒙古 一个外蒙古 你还是这样子啊 蒙古大帝国在哪里 哪里有蒙古大帝国 那个不过是世间的犯向 陈始皇 统一整个中国 统一了 陈始皇 叫做始皇帝 统一整个中国 他的功德很大 结果呢 他的秦朝 不过是几个年代就没有了 几个年代就没有了 现在的秦朝在哪里啊 他的功德在哪里啊 再讲好了 这汉武帝 他到处去讨伐 到处讨伐 建了很多的战功 这个国土边疆也很大 现在功德在哪里啊 功德在哪里啊 也没有呢 梁武帝 他自己讲他有功德 请问梁武帝本身的 所做的这个功德 在哪里啊 见世灾生 所有的僧人在哪里啊 所有的功德在哪里啊 你们看 都是一时的犯话 一时间而已 他就变成没有了 什么是有 什么是没有 这里六祖讲得很清楚啊 就是 您 那 就是 有 我们 是 我们 一起 我们 我们 谢谢大家